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佛陀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 他就是无私大爱 无私大爱 我自己的私我的 他爱的是普天之下 所以我称佛陀是一座大觉者 他不只是人间的觉者 他的觉悟是包含那一座 因为佛经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 心保太虚 那就是佛心 唯有佛陀他的心量开阔 一座之间太虚 一座之间无事不懂 无理不测 所有的道理都很透天 总而言之 这就是佛心 佛陀的智慧 不是要我们在那里念经 他讲的道理是要我们身体立行 佛陀讲经 经者道也 道者路也 就是一条路要让我们走 因为我们众生这种的心已经模糊掉了 茫茫大海啊 就是开一个航道 让我们在这样的茫茫大海中呢 随着这个慈航 我们向着慈航跟着行进 才能靠彼岸啊 要不然的话 一直念啊 念啊 慈航 慈航 明明慈航从那里走 他往这一边走 问他说 你怎么会对这边 我也要当个导航师啊 真正的导航在前面 他不跟你 自己很自大就要想当一个导航师 那就是阴美 阴美啦 因为自己呢 都不知道航线在哪里啊 他呢 就是这样一念偏差 差之好理 事已千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